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今天刚好我们家要请客 所以我就拍一个餐桌餐盘摆放的小视频 因为我们不确定是几个人 所以我们准备6到8套餐具 6到8套 然后先把筷子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陶瓷筷子 因为在广东非常潮湿 木质的筷子会发霉 所以就买了一套陶瓷的筷子 然后这个颜色就是tiffany的颜色 浅浅的湖水绿 我们先把筷子摆在筷子托上 到4个了 点滑 我们先把筷子托上 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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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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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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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1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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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20 9 9 10 9 10 10 因为它很艺术,很有油画的感觉 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式的餐盘 上面有象征丰收的南瓜的图案 那我们就直接摆酒杯了 就有两只酒杯,红酒杯 这种酒杯呢,我只有两只 因为它是非常好的水汁 所以我当时买的,我买了两只 剩下的我们就用这个红酒杯拿去 这只酒杯呢,也非常的漂亮 是吃羊汁干露的杯子 所以摆到这里呢,不太合适 我们还是用这个杯子来摆 那这样算下来呢,就是六只酒杯 接下来呢,我们要摆这个小的餐碟 这是我从埃及带回来的,也很漂亮 上面有法老的图案 上面有法老的图案 所以组本来积 infused,我们来热骨 在这个骨盘上骨盘下来 它挺好的,然后再用来 那如果餐碟摆完了还要餐碗吗 那就看你吃饭吃什么 如果你有汤类的东西 那么还需要摆餐碗 今天我就不摆出来了 因为没有地方 如果上汤类的 这个是我家四楼露台的 汤柜在这个小碗里 如果有朋友来的话烧烤就可以在这里做的景 那边是一个干衣机 那么正确的 这有一个大圆排 这个是亮衣干 是我种了一颗天堂鸟 那么还有一种鲜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一大早就有阳光睡进来 直接摆汤了 汤柑筷子快降 就OK了 那今天我们先收一下 那么这两个南瓜盘呢 就是我说要放西餐的前菜 但是因为中国人请客嘛 主打的还是主餐的 但是因为中国人请客 主打的还是主餐的 所以呢 前菜的盘子在吃完之后呢 就会收起来 这个呢 可以放当鱼盘也可以 就是装饺子 我们这次呢 是用它来装饺子的 因为桌子呢 是2米2的桌子 所以有点长嘛 我们就是照顾左边的客人 这是一盘饺子 然后这是一盘饺子 这个吃完之后 这四个盘子都会撤掉 然后我们会摆中餐的炒菜的盘子 是一盘子